早上好,现在是清晨大概六点左右 背景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天还没有完全亮 但是呢,今天要 对,要做一件跟告别相关的事情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台相机 HM3 那我觉得所有的故事都有它 完结的一天 所有的关系也都会有它结束的时候 不论是人与人的关系 还是人与物的关系 相机这样的东西还蛮特别的 因为怎么说 它跟一些生物还不一样 比如说外面的这些花花草草 它们的生命可能比较的短暂 但是相机它其实是一个 寿命我觉得比较长的事物 也就是这一台HM3 在我看起来在今天 2022年的年底这个当下 它依然是一台非常好用 并且非常棒的相机 我依然会推荐很多 刚开始接触全画幅数码相机的人群 甚至可以去买一些新的 HM3这台相机 来作为你的第一台全画幅相机 因为曾经它就是我的第一台全画幅相机 我发现了 如果在门店买相机的话 开箱不是由我自己开的 原来都是用门店的人来帮我开箱 然后这光照布给你拿了 放在里面 你自己有卡吗 那你有没有卡给我 那现在是我用最新的HM3 配上24-105的镜头下的一个Vlogging 它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也看不到 我在镜头里面有多大 那四年的时间一转眼就这么过去了 我现在用的这个组合依然是那天我在拍这一期开箱视频当中的HM3 再加上24-105毫米的这个镜头 那就是变化的明显是我比四年前老了很多 头发长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穿着一样的衣服 用着一样的麦克风 也从一个摄影的小白 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摄影棚 虽然对他很有感情 但是现在事实的情况是HM3就如我的上一期节目分享的 他已经更多的只是待在我的橱柜上面 很少有处去拍东西的机会 作为我来讲 我不希望就是一个事物他得不到有效的使用 所以我还是想要把他在二手的咸鱼上面去挂出来 也就意味着等一下我要给他拍几张照片 就是去给那些需要的人看一下他的新旧程度 以及去测一下这台相机用到现在为止 他的快门一共有拍过多少次 但是我想在给他做这些最后的送别工作之前 今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嘛 我就想可以拿着他出去拍拍东西 对我就拍你扫地 其实我自从就是开始玩摄影了以后特别喜欢早起 因为我觉得清晨的空气特别好 清晨的氛围也特别好 然后清晨外面人也比较少 然后拿着HM3呢 又让我想到了我当时在印度的一个早晨 然后我去看起来 我曾经也想到达到可以在这个时候 所以我让他在这里 从小时打起来 我一直在三个月 我还不幸运 那儿 我一直在这边 我一直在看起来 我一直在这边 很远 我一直在这边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 我评测A7M3的那期视频 我穿的也是这件外套 那么很多朋友在最近都在问我 为什么看不到胡老师最近用80D了 很多情况下你都好像在用A7M380D 已经不怎么出现在你的工作流程当中了 如果硬是要说一个原因的话 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正在拍摄的这一台索尼A7M3 它所能带给我的体验实在是太好了 来采访一下淡淡你今年几岁了 我刚刚七岁 七岁了 你还记不记得你去泰国的时候几岁啊 我记得三岁 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机会 只有一次机会出生 只有一次机会死亡 只有一次机会为人父母 也只有一次机会 优先为一个幽约的同一年 生为父母 我们都希望给孩子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 假期成为家长释放创意的舞台 对于孩子,十个家庭有十种不同的期待 种种的不同组成了五彩斑斓的人生 我们想带着宝宝去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 远离城市的浮躁,拥抱大自然的宁静 远离高科技电子产品和小动物们待在一起 远离学校的书本,阅读内心的向往 我们明白这些经历不会储存在孩子的头脑中 但我们相信对自然的敬畏 对动物,对生命的关爱 对人生的期待,对有幸降生为人的喜悦 这些情感,这些感受会永远留在他们的血液中 伴随着他们成长,指引他们前行 我和索尼A7M3之间有太多值得去讲的故事 有太多珍贵的回忆 我觉得光靠一期十分钟的告别视频 是完全没有办法讲完这个故事的 但是很幸运的是 我有B站这个频道 Hussein's Drama作为历史 从我购买了A7S3之前所有的视频 其实都有我和A7M3之间共同的回忆 所以这个频道的存在本身 它已经足够的去储藏我对这一台相机的这种深厚的情感 然后这台相机在我看起来 它就像是一个好朋友 它会一直伴随着我 同时呢,它也像一个老师一样 一直在过去的三四年时间里面 教会了我怎么样去拍照 教会了我怎么样去拍视频 也相信教会了很多互联网上面 或者说屏幕 后面的你们爱上了摄影 然后对齐验的摄影能够带给你们的快乐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那里春风沉醉 那里绿草如影 月光把爱恋 洒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游走 那变幻的脚步 那变幻的脚步 让我们难牵手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你我 被吞没在月光 如睡的夜里 就像某一天 你忽然出现 我们留恋忘返 在悲伽而互盘 OK 那这样就算是全部清理完毕了 然后呢我们再用他的小弟弟 A7M4来最后给他拍几张照片 就可以发上鲜鱼 然后准备刮出来了 三万八千六百二十五次 这是我最新拍的 也是最后一张照片的 显示他的快门次数 三万八千六百二十五 OK 这样就来到了最后一部 在闲鱼上面发布 给你们看一下我写的 B站UP主 HUSAINS DRAMA 自用全画幅所 年A7M3 然后对 新旧程度 就写照片这样子 好啦 差不多 等有人要的时候就要 跟他真正的say 拜拜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 你拍好了 我不会拍你的 最后的送别 相说都在 然后充电器 里面还有一个 对 机身 然后还有一个 它这个是电池的手柄 嗯 这个跟这个 对对对 这个是相机 对相机里面有电池的 电池是不是还要拿出来 电池走录运就可以了 录运就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点个大阵 就一直被钘 那个确度